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靓丽而为 我喜欢游游 游了一辈子 哇是 哇是 到了74岁了 觉得我一生都羡慕人家游自由式 为什么我不会 不行 要给75岁留个纪念 我就在74岁的时候 花了三个月时间 我就游 游会的自由式 然后 让教练看看 怎么样 因为我没请教练 我就靠自己 这么看 那么看 但是有一点 我敢做的是这件事情 我不敢做的是跳水 为什么 知道自己年纪大 量力而为 我常常看到老人 有的时候身上绑着一个硬的 这个后腰的 为什么 有时候拿了过重的东西 或者是搬运的时候不当 一个手或者是怎么样 受了伤 所以在这里我要奉劝各位 量力而为 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做 知道现在不再年轻了 那我们该做 能做到的事情 有一些非分之下 最好你放心 人生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有一点勇气 还需要自己去解释 去冒险 或者是自己去尝试 但是呢 还是量力而为 还是需要自己想 从挖式变成自由式 是你需要练习 这个不影响你 我要是从上面跳下来 跳水 我不敢 为什么 我的年龄不允许我这样 万一有个意外 受伤了 受罪的是自己 所以因此我要说 记住了一件事情 不管我们在家里 或者我们到超市 我们到大卖场 拿东西干什么 自己量力而为 能够拿多少 是看我们自己的力气 不要靠一个手就在拿 两个手来了捧着 你就拿这么一点点 没有人笑话你 大不了你有机会 下次明天你再去买 不要一下子 贪多 所有东西都埋了 最后你搬不动 就算你搬弄了 最后你受伤了 那怎么办 两力而为 上帝赐福你 不过的 不过的 这种原因 我们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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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